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姊妹是哪个女儿 但是是因为两个妈妈 两个妈妈 我一个妈妈 因为我妈妈追女儿 六个儿子先走 接着就有两个女儿 其实不是八个 应该是九个 因为现在是小时候走 其实我们那年代很流行的 一来兄弟姊妹会很多 二来两个老婆 三来会中间有些 你们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爸爸的年代 那时代也是 因为那时还是 你知不知道一夫一妻制 是很后期的东西来的 在香港来说 就是以法律去规限那个婚姻制度 其实香港是1970年多的时候 之后才取消 之后才是一夫一妻制 就是说你不可以有超过一个老婆 或者一个老公 之前不是跟这个大英条例 不是大清 不是大清 是的 我们一把年代就多这些 一 有两个老婆 二 很多子女 第三 我们的兄弟姊妹当中 有些可能是叫做腰折了 是的 这些就很普遍很普遍的 其实那时候我发觉 可能不因为那时候 不因为相对家庭贫穷 而且人口多 其实老实说父母说要滚吃 特别我们爸爸妈妈做小贩 基本上老实说读书 没什么管我们 嗯 找学校啊 自己来 所有的成绩票看不看啊 老实说 他们很多的父母当时 可能是文盲的 也可能是没读那么多书的 是的 基本上老实说找学校等等 全部都是我的时候 就是大佬搞定的 是的 但是我发觉近代 现在可能一粒两粒 就变成了一两个手机 很紧得很紧张 紧得很紧 甚至是最紧张的 我就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呢 我现在有三件 有一个是五岁 五岁那个就要升小学 是的 那这几天呢 就最忙的了 为什么呢 刚刚所谓的 那些的观众校 是 所谓第一次那个的派位 那你就可以申请你心仪 心仪学校 那间学校 于是呢 新闻就说了 有很多家长就千方百计 就希望进入一些名校网 比如湾仔啊 九龙城啊 这些区 是的 但是自己又不是住在那区 那怎么办呢 于是就在那区就找一些屋 可能是劏房 甚至是一个信箱的号码 假地址 所谓的假地址 以前我应该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听到有些人借朋友的地址 现在不是 现在听到新闻讲的 那些地产代理教了你 租一个很小的地方 可能弄了一张床啊 做一些假的东西 那就做个假地址 是的 现在地产代理 为什么要有心做这件事 因为没有生意 以前来说没有盘给你 简直没有盘给你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以前呢 十年八年前呢 就是找朋友的地址 现在就不是 但是无论你找朋友的地址 或者是找劏房 或者是找信箱 Anyway 这个呢 都已经是涉及到 根据那个报道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就叫做假文书 假文书是刑事的 刑事的 14年的可以判 至于那个地产代理 可能被吊销牌照 代理牌照 至于如果 那个是你是找朋友帮手 你就害朋友了 朋友协助 就是协助 帮兇你去报这个假地址 就做假文书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呢 估之前就已经讲清楚法律了 法律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不对的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说那个地产代理 如果那些所谓的学校会来查的嘛 那特别如果这两个名校的校区呢 就这方面的所谓报假地址 过去的中数也是较多嘛 所以那些学校就一定会 就会请退休警官 去调查 去调查 就说呢 每个一小时就给他不知一百五十多元的 逐个探访 就是探访 探访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这样的假地址 报假地址 第一 你有几方面会穿帮的 第一 学校会查就是 咦 你刚刚搬进去而已 刚刚搬进去 就可能你被抽查的机率高了 第二 你报的地址有少似劏房的可能性较高 什么什么什么 又A 不是A之后又1 A之后2 那你这个劏房的地址 机会率高 就令人查你的机会率高了 好了 接着第三 你不单是要租金 里面要真的报纸到 好像是在那里住的那样 在那里住个房子 是的 那些地址探访的人 就会问一下你的孩子 那你的孩子 就因此呢 你就要训练他了 训练他 训练他要怎么回答呢 如果一会儿叔叔或姨姨问你呢 你就会说 你在那里住的 那你训练回练的话 是的 而且别人不会问你一个问题的 别人可能问你 五六个问题 兜来兜去 都是希望呢 去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其实 你是假地址来的 所以你就要训练你的小朋友呢 在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又要经过一个训练 就好像你面试小学一样 你训练 五六个问题怎么回答 那你就这样回答 你就这样回答 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 犯法固之言已经是很不对的一件事 就是你会教导你的小朋友要说大话 就是加征了一个很坏的网友 是的 你想想那小朋友呢 之后 被你过了这一关 当入到那间小学 那个小朋友之后就会问你 爸爸妈妈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 你教我说大话的 你不是一向叫我不要说大话的吗 那你怎么回答他呢 就是这一件事就令到他以后你那个所谓的你的标准没有了 标准模糊了 模糊了 那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你可能失去更加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你小朋友心目中 你这个爸爸妈妈的形象 和你将来的教育的困难都会增加了 如果你那么多了 你不可以来替我 这些世界当中的父母 看到你 我好像没有这个女子 我是我的天后 我会有我的天后 这个威力 那你这个是什么 那我如果是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